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汉牛和牧童 有一头水牛发起脾气来是出名的暴躁 有一天,恰好又是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弄断了牛绳,尽情地在田野里发疯似的奔跑 糟蹋了不少庄稼 大家值得去追捕他,把他包围了起来 可不料人越多,他就越暴怒 摇着两只脚向人们冲过来 有几个人还被他撞伤了 正当这时,幸而有一个牧童跑了过来 别看他年纪那么小 可是,他却用了比他年龄大十倍的口吻 嘲笑着他们说 你们都是些呆鸟啊 果然,他能够像没事似的笑嘻嘻地走进水牛 一面用他预备好的一束青草在牛面前晃了几晃 一面转到牛屁股上去轻轻地骚了几下 牛立即变得十分和气 不知什么时候,这牧童已经翻身骑到牛背上 大声吆喝着他往回家的路上慢慢走去了 大家好容易叙出一口气来 感慨了很久才承认说 不错,我们的确都是呆鸟 感谢观看